東區開地隧道會在8月27日 星期日上午5點就開始實施二通行 為了配合實施二通行 東區開地隧道在8月27日上午4點到5點 是全線封閉 進行轉換的工程 我也留意到 現時有時經將軍澳藍田隧道 前往東隧香港方向的駕駛人士 有時就會向右設線 去利用一個快二通的通道 使用過這個收費廣場 但實施二通行之後 四條的收費通道 都不需要停車繳費的 不需要停車 所以為了進一步 令車輛更有秩序地通過這個收費廣場 由張南隧道前往東隧香港方向的駕駛人士 需要靠左駛過這個收費廣場 也沿著里原門道 向東區開地隧道香港方向的駕駛人士 也需要靠左通過收費廣場 有三條路線 包括九龍東 將軍澳和馬鞍山 通宵過海巴士 N619 N680 和N691號的巴士路線 以及港島通宵 專線小巴61號的乘客 請留意 刑辦商在車站或車廂內 將貼的告示 了解當日的班次調整 行車路線改變 車站變動的安排 東區海底隧道在8月27號上午5點起 實施二通行之後 駕駛人士仍然可以使用隧道券 在大老山隧道和香港仔隧道 繞交隧道費 直至二通行在上述兩條隧道實施為止 隨著二通行將會在今年年底 在所有政府收費隧道實施 運輸署已經在7月17號起停售隧道券 並且會作出特別的退款安排 持有隧道券的人士 可以由8月27號上午9點起 到全香港8個位於停車場的退款中心 辦理退款手續 今次特別退款安排 會直至到下年的6月30日 即是二通行在全香港政府 收費隧道實施之後的6個月 才會結束 相信是有足夠的時間 給市民提出申請